早上歡迎整位社會長上台支持 掌聲歡迎他 謝謝 委員林夢貴 林主委 還有現場 好 好 那首先歡迎所有的長瓜以及貴賓的麗麗 也恭喜今天十位傑出市民的當選人 傑出市民 陳書市民不僅達到衛師舉財的目的 也希望透過更多優秀人才的故事來點亮我們高雄之光 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人況發掘活動 以民為主 色氣蜂巢的崛起是先進國家進步的主動力 社會要進步 必須要做人才的整合運用 個人的成就與鼓勵更是勵志 進而達到引導社會風氣的功能 這所謂中流底部就是如此 那我相信今天選出來的十大傑出市民可以維護這個榮譽 珍視我們高雄地區的期許 體任十大傑出市民頭銜 帶給他們的責任以肩負的重擔 那期許當選人未來的成就可以比當選前更具有影響力 每一位當選人在工作崗位上更加兢兢業業 努力不懈始終如一成為高雄市的翹楚 彩虹之美在於多色共存 人生之美在於多人共榮 一件事一場活動要讓他辦得很圓滿 不是三五個人就可以了 感謝高雄市政府民政局還有高雄市議會的指導 感謝我們辛苦的執行長還有呂夢倫總幹事 以及所有的執行委員 也感謝現場今天所有來的貴賓 那預祝大會圓滿成功 與會嘉賓和家平安謝謝 謝謝我們的陳會長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邀請本次選拔活動的執行長 同時也是我們高雄青商會 我們第三十五屆的會長 那就是我們的王全部王執行長 來為我們簡單報告整個選拔活動的籌備過程 就是讓我們用掌聲來歡迎王執行長上台 來掌聲歡迎謝謝 好欣欣賞也是我們尊敬的前會長 各位高雄青商 這次的掌聲歡迎他上台 各位貴賓晚安 籌備了一年 那辛苦的工作了半年 我這半年的時間 有一天我太太跟我講說 你好像最近那個救病復發 各位下面很多青商人都曉得 我們青商人有一個很大的一個病 就是青商癌 青江癌 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我們對於半國動物非常的狂熱 對啦 在二十年前我在國賓 主辦高雄市第三十五屆會長的任期 就在這個地方主辦三十五屆的那個周年慶 那天說實在 我們國外的姐妹會來了將近六十個人 那全國的各友會來了將近五六百人 那是高雄青商最後一次主辦的一個大活動 二十年後我帶了年輕的會員 再度踏入高雄青商 踏入國賓飯店 再度展示高雄青商 這是一個一流的分會 高雄青商有非常好的一個傳統跟歷史 過去高雄青商辦過很多很好的活動 中華民國十大結束青年 到今年已經是第五三屆 他的發起人也是我們高雄青商的前會長 陳時機 陳會長 到現在高雄 到目前中華民國十大結束青年這個活動 是中華民國最經典的一個活動 也是最好的一個活動 這是從高雄青商出去的 高雄青商另外一個非常夯的一個活動 就是高雄市建築經營協會所辦的一個員學獎 這個是78年由高雄青商30個會員 包括我在內 我是創始會員第17位 今天也很高興也很榮幸的 邀請高雄建築經營協會的張啟英前會長 來這個地方來做指導 原野獎現在也是嘉義以南最好的一個 建築界的一個經典大獎 每一年都非常的隆重在舉辦 那他的會員組成也是從高雄青商出去的 所以說這次我來舉辦高雄十大結束市民這個活動 整個籌劃工作最原始的一個構想是我們的 蔡景氏蔡前會長 這是他最大的一個醫院 蔡景氏的女兒 蔡文慧女士今天也在場 在這十年當中 在這十年當中蔡景氏要走之前 她一直希望有人幫她辦十大結束市民 也找了很多會長 沒有人敢負起這個責任 因為要辦這個活動只有兩個人可以辦 我現在很慎重的介紹這兩個人 一個就是不怕死的我們現任的會長陳慧憲 那另外一個人就是得了青山來的本人小弟 因為辦這個大家都曉得辦一個大活動要非常多的經費 而且也要非常很好的人力來支撐這個活動 那我們兩個就做了這個膽大包天的這個一個舉動 所以說我們這半年來我們兩個群同父子 每天什麼事都沒有做就是拜訪這個參選的人員 所以說我們今天能把這個活動辦成功 我想要歸功很多貴人來協助 第一個我要感謝林夢貴林姐姐 因為我們在第一次開籌備會的時候 第一個贊助的是她 我想她一直是高雄最熱心公益 所以慈善做得最多的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政治家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那個陳會縣 陳會長的父親陳俊然陳董事長 謝謝你 把你的兒子這半個年交給高雄清商 那我相信最近你也有很好的收穫 這個就是好人有好報 我想接著我要很簡單的來講這個活動的重點 要辦這個活動 我最大的一個目的就希望高雄市將來有一個赤庫的單位 我想我們這個社會有很多潛在的問題存在 我們需要有很好的人才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的人才在流失 包括科技人才 包括醫療人才 最近新聞很熱門的就是最近我們的那個醫生 是犯罪率最高的 尤其我們的那個余明龍余醫師 他是一個非常傑出的一個感染的權威 那這次我能在活動之中 對這十個候選人來一一的拜訪跟訪市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收穫 十個成功的人有十個成功的故事 那我希望借助這十個人跟十個成功的故事 來帶動整個高雄市的一個繁榮 高雄市不僅是一個宜居的城市 也是一個將來也是一個經濟繁榮 一個智慧的城市 我在青商期間拜訪過世界很多大的一個城市跟國家 尤其高雄青商在東南亞有非常低流的城市 幾乎都是我們的姐妹會 那我們都看到我們鄰近的國家 都已經在繁榮進步 我們的國家目前好像潛在的問題很多 那麼我希望說高雄也有一個民間的支付 不僅能協助政府 整個的城市能帶動 那我也希望將來高雄是一個非常繁榮的一個都市 謝謝各位的支持 我想這個活動我們會繼續辦下去 我們也預計把這十個傑出的市民的典範事故 我們再重新整理 我們會做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十大傑出市民的特輯 來給全體市民 來做一個 一個教材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謝謝我們王指使長 感謝你的付出與努力 再次感謝你 誒聖話 你知道嗎 其實 掌聲歡迎 我們委員承認監察院監察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 以及監察院高級顧問 在高雄地區 所以說是具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也是非常傑出的高雄市民 我們再次掌聲來歡迎 邀請我們的林主任委員 來上海為我們支持掌聲歡迎 如果沒有他們兩位這麼認真這麼努力 我相信十大傑出市民 絕對不會誕生 他們兩個很緊張 我真的是被他們的這個精神感動 所以我才答應當他們的這個評審委員 那其實他們要求我很久 那我也一直很感謝 在這期中跟著我和一起評審的 這幾位評審委員 一個曾燦登委員 曾信超委員 呂孟倫委員 吳季仙委員 蘇炳章委員 樊熊彭委員 這幾個評審委員 所以協助我 來把這個 今天的十大傑出的這個完成 那我們十大傑出的選拔 當初我們並沒有說 規定什麼 只要你是有 這個具有高雄市的市民 能夠傑出的 我們都非常的歡迎你們來選擇 那這個當初的這個選拔 那他們兩個可以說 都是到每一個人的家裡去 做一個現場的一個訪問 了解他的這個生活的型態 然後了解他的這個 目前的這個工作 還有他的這個 所從事的事業 還有一些這些 比如說我們最重要 當然是他的一個品德 那這個品德是我們 列在這次的民視裡面 最為重要的一點 所以目前我們這個 所從事的這個 還要看他們所從事的這個工作 還有他們所做的這個研究 還有個人的這個成就 對社會還有國家 所做的一個貢獻 我們都要了解一下 還有十節選出的就是 我們要發覺到說 這一個十個人的 十節選出來 就成為我們國家以後的人才 那城市的發展 我們也需要靠這一些發覺出來 我們希望十節選出來 能夠以後 能夠再把它發揚光大 能夠再把它推進給各位 還有他的親戚朋友 來參加我們高雄公會所舉辦的 十大傑出市民的這個選舉 那現在我們 由於這些專家學者來擔任的這個評審 我們也非常感謝這些學者專家 那我們上台支持 那國總陳會長 那也是這次活動的主任委員 那麼剛才支持的我們林主任委員 在場各位貴賓 各位情商會人 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高興 代表陳舉市長來參加 今天由高雄國際青商會所舉辦的 這麼一個有意義的活動 那麼第一屆 傑出的高雄市民的選拔 非常有意義 那麼尤其從高雄國際青商會 那麼來推辦 來舉行 那麼是格外有意義 那麼青商會呢 平常從事公益活動 那麼互相學習提升 那麼了解到這個高雄市的發展 所以第一屆辦這個傑出市民的選拔 我在這裡代表陳市長 向各位表示敬意 那麼向各位致意 那麼經過所有的評審委員的詳細 而且仔細嚴格的那麼審查之下 我剛才看了一下 十位傑出市民在各行 各業各領域裡面 可以說是精英中的精英 那麼都有實際上的 非常傑出的表現 所以說實至名歸 那麼在這裡向各位 獲得這個審查出來的傑出 這個高雄市民 這個表達敬意 底下我剛才看到有三位老朋友 幾位老朋友都在這邊 是向各位傑出市民表達敬意 那麼我想最後呢 還要代表陳市長 來感謝各位 在去年這個競選連任當中 承蒙各位的支持 那麼順利連任 那麼對高雄市政 平常的支持與鼓勵 代表陳市長 想跟他自信 最後祝賀大家 身體健康 事事主義 大會成功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我們的陳副市長 謝謝您對我們活動的大力支持 您肯定 謝謝您 掌聲歡迎郭總會長上台 國際紀念商會中華民國總會高雄市國際紀念商會 輪胎非常榮幸能夠應援我們 陳維縣陳會長的邀請 來參加我們第一屆高雄市 十大傑出市民的頒獎典禮 首先也問候我們 黃志堅長 還有我們的陳副市長 還有我們辛苦的 民生的主委 我們林孟貴 林建偉 以及在座所有的 各界的賢打 還有我們青商的好夥伴 那也讓我介紹一下 有幾位對我們重要的 首先就是我們 明年度的總會長候選 柯志堡 柯候選人 她也特地從 原從台北 原從台北 來到這裡 然後還有我們的 太太 黃美柯黃女士 也坐在那邊 然後還有 還有一位 一定要 介紹 因為她也是我們青商會 非常傑出的會友 我們張清潔 張董事長 也在這邊 她也長期在關注我們青商會的發展 然後還有在座非常多的 我們今年2015年的所有的會長 我們藍山區的所有會長 直接請各位請勵 包括我們指引長 這些都是我們高雄 哥友的子弟 高雄的子弟 倫庭要來自高雄 我出生在我們上面區 然後高雄一直是一個 對倫庭來講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城市 因為我們有 非常大的港口 我們有國際公港 然後我們的各項交通 都非常的便捷 可是坦白說 高雄的發展 應該要比現在更好 現在是不錯了 不過應該要比現在更好 所以我們高雄青商在高雄市 經過了58個年頭 受高雄市的恩惠而長大 有無數的年輕人 透過青商會來學習生長 我們覺得 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些方式 用什麼大的方法 能夠讓高雄這塊土地 讓大家看到它的好 它的美 它的傑出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高雄分會 要舉辦十大傑出市民的一個原因 那其實我們之前有辦過類似的活動 可是這個活動真的很辛苦 所以 經歷了十幾年 終於 我們今年在我們 陳威縣會長的帶領之下 還有我們全體高雄分會的會員 的努力之下 終於讓它成功了 是不是讓我在這邊 也請我們所有高雄青商的會員 只能揮揮手 跟大家認識一下 還有我們陳會長 感謝各位 請大家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我們這年輕人 我們青商會有一個特別的禮拜 這一個禮拜 只要你看到這一個禮拜 就是我們的會員 我們的年輕人 那其實在整個籌備的過程當中 真的我們高雄市人才非常多 所以 評審主任委員 您真的是很辛苦 他們花了很多的時間 用最公平公正公開的方式 選出了我們十位的十節的當選人 那其實我們 對各位非常的恭喜之外 也對各位的期許非常高 因為 今天的邀請還來了一句 要微小而巨大 其實我們是希望說 藉由這個活動當中 去發掘很多 平常他們可能很低調的人 可能你沒有去仔細搜尋 你不知道他做過這麼棒的事情 看似微小的人 可是我們要 讓各位看到他們的巨大 從而呢 我們可以讓所有的高雄市民 特別是我們的年輕人 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見嫌私奇的效果 所以當我們看到各位的巨大之後 我相信身為高雄市民 一方面覺得非常非常的驕傲 另外一方面就覺得說 身為高雄人 那每當到五里 我們要更加的努力 我們的議長 抗議長也莉莉到了現場 那在這邊也溫透一下 抗議長 感謝您跟莉莉 抗議長對我們這個活動也非常的支持 那最後來 稍微讓我廣告一下 文豪身為青商會的會長 也非常感謝各位 對我們青商會有的愛護 也請持續支持我們青商會 我們青商會 今年到今年的話 已經是第100年 世界青商創立100年 總會是63年 高雄分會是58年 所以我們是一個 拍子老性又好的青天社團 只要是任何公益方面的 任何公益相關 不要客氣 我們這些年輕人 都青菜可以用 不要緊 然後我們也很希望 各位能夠持續 給予我們支持跟鼓勵 讓我們青商會可以更好 讓我們這些年輕人 真正的可以成為明日的領袖 甚至是今日的領袖 再次感謝我們陳會長的邀請 基於會嘉賓 還有各位賢達 對這次活動的支持 倫豪祝所有的嘉賓 身體健康 萬事如一 事業發達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出市民選盤活動 康議長更是給予大力的支持 我們再次的掌聲 歡迎康議長 請他上台為我們支持 謝謝 謝謝 郭總會長 王主任委員 各位委員 還有我們高雄市政府 陳副市長 現場所有的貴賓 還有得獎人 大家午安大家好 跟大家報告 遲到的原因是因為高雄市議會 剛剛才結束我們的議程 那我們的得獎人 何其公本來應該在我們議會 特別準提早來到這裡現場 首先恭喜這十位得獎的高雄榮譽的市民 絕對是很傑出的市民 那也感謝大會能夠辦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讓我們能夠認識一些 在不同領域 由不同的領域所推薦出來的 不同領域的傑出的市民朋友 因為我跟何其公比較熟 他跟我說以後不可以亂丟垃圾 憑那是傑出市民不能亂丟垃圾 但是也是很感謝 我期許這些得獎人 在高雄未來進步的過程中 尤其是高雄城市要翻轉 未來要翻轉 我們城市從工業城市變成不同的 樣貌的城市的翻轉的過程中 或許成為一個觀光的城市 成為文創的城市 成為各種不同的城市風貌的時候 這幾位傑出的市民朋友 能夠陪同我們參與城市進步 我覺得這是我對這十位當選人最大的期許 城市的進步過程中 希望你們貢獻所選 跟城市一起來進步 感謝大會 在這裡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努力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康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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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這次活動的大力支持 讓我們再次的掌聲 謝謝康議長 謝謝 謝謝我們 何局長 來 我們恭喜 有請我們公共實證內當選人 何其公何局長上台 來接受我們這段殊榮 恭喜你 何局長的推薦人士高雄市醫師公會理事長 蘇榮茂 蘇理事長 我們再次掌聲恭喜何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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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何局長 恭喜何局長 我們也請入座 好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醫學研究類 我們恭喜當選人 是我們的余明龍余醫師 我們有請醫學研究類當選人余明龍余醫師 讓余醫師上台接受這份殊榮 余醫師的推薦人士高雄市長陳菊 花媽親自推薦 十大傑出市民自然是當之無愧 我們再次掌聲恭喜余醫師 恭喜余醫師也請入座 謝謝您 現在我們要頒發的是公益技術類 恭喜當選人 沈恨榮 沈老師 我們恭喜公益技術類 當選人 沈恨榮 我們沈老師 恭喜您也請上台接受這份書 沈老師的推薦人 是高雄市政府副秘書長 蔡博英 蔡副秘書長 沈老師勉勉大家做自己 找到自己生命中真正喜愛的事情 努力大家追求夢想 讓我們再次掌聲恭喜沈老師 我們今天大會的這個講座也是我們 是老師所心智設計的 待會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這個遮面目 那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我們的體育技術類 我們恭喜 我們當選的是我們的周嘉珍 周小姐 我們請上台來接受這份書 我們有請周嘉珍 周小姐上台接受這份書 周小姐是寶林秋國壽 她的推薦人是中華藝術科技大學 姚立寶靜科主任 黃聰堯 黃主任 她同時也在2013年仍穿亞印獲得個人金牌的書 這是我們中華隊的代表隊回歸18年 她又在亞院上得到金牌喔 再次的恭喜周小姐 恭喜 現在我們要頒發的是 企業經濟發展類 我們恭喜當選的是我們郭博士 來我們掌聲歡迎 郭博士的推薦人士 紅氏社會高雄分會總幹事 王靖山王總幹事 郭博士也是北京大學 哈佛大學的博士啊 這麼的優秀跟年輕 請到我們再次掌聲恭喜郭博士 掌聲恭喜他 恭喜 恭喜郭博士 我們有請文化藝術類大選人 柯耀晨教授 請上台接受我們的職歌人殊榮 柯教授的推薦人士 成功大學校友會會章 同時也是建築師的賴明順賴先生 柯教授出身於蘇鄉世家 對於推廣中華文化不抵於力 自然是本項文化藝術類的補二人選 讓我們再次熱烈的掌聲 恭喜柯教授 好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環境法務類 恭喜大選人陳建平 陳先生 我們有請陳建平 陳先生上台接受這份殊榮 他的夫人今天來到現場了 我們很恭喜陳先生 他的推薦人是高雄市環保局局長 周灿陽 周局長 再次的掌聲 恭喜我們陳建平 陳先生 恭喜 現在我們要頒發的是 產業技術研究發展類 恭喜大選人 魏晉鴻 魏先生 來 我們有請 產業技術研究發展類頒選人 魏晉鴻 魏先生上台接受這份殊榮 恭喜 魏先生的推薦人是高院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應用研究所所長 陳月香 陳所長 魏先生個人就擁有超過400張以上的專業證照 是不是相當的優秀呢 也曾經在國際的發明展上 露頭角獲得金牌的時候 我們再次掌聲恭喜魏先生 恭喜 好 現在我們要頒發的是 基層堂教練 我們恭喜大選人 林茂林 林先生 來 掌聲恭喜他 歡迎 林先生 像五菸工業 也就是觀光城市的重責大任 我們再次的掌聲 恭喜林茂林 林先生 恭喜 請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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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頒發的是 公益慈善 社會無類 恭喜當選人 曾永福 曾老師 恭喜 我們歡迎曾老師 恭喜 曾老師認知五菸國校 他的推薦人是五菸國校的校長 陳秋露 陳校長 曾老師 頂地更頂教職喔 常常以校為家 很多學生都說 曾老師就像他的第一個爸爸一樣 我們是不是再次的掌聲 恭喜我們的阿福老師 恭喜 恭喜老師 恭喜 好 我們再次感謝我們的班長嘉賓 好 那我們今天要頒發的是 我們高雄市第一屆 直大傑出市民 當選的獎座 那在這階段我們也要邀請到 我們高雄市議會 抗議長來擔任我們的頒獎嘉賓 一樣我們也是請 稍後參名到的當選人 依序到台前來接受這份殊榮 好 那我們首先要頒發的是 我們公共行政類 我們恭喜當選的是 我們的合情共和局長 再次邀請您上次的獎座 來接受我們的獎座 跟殊榮 有請合局長 合局長 來接受這份殊榮 合局長 合局長 好 恭喜 恭喜我們的合局長 這份殊榮真是不容易 接下來要為各位頒發的是 我們的醫學研究類 恭喜我們當選人 余明龍醫師 再次邀請您上前 來接受我們的殊榮 我們掌聲恭喜他 謝謝 你們是不是再次熱烈的掌聲 恭喜余醫師 謝謝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公益技術類 恭喜當選人 沈亨榮 沈老師 來 我們再次邀請沈老師 沈柔剛才跟大家做介紹的 我們今天大會的這個獎座呢 就是我們沈老師 他的一個佳座 我們是不是再次掌聲 恭喜他 是我們全國獨一無二的一支獎座 好 接下來我們要頒發的是 我們的理育技術類 恭喜當選人 周嘉珍 周小姐 我們再次邀請您上前 來接受這份書囉 我們是不是再次掌聲 恭喜周小姐 恭喜 剛剛在後台在做訪問的時候 周小姐一度說要帶著寶瓶球出場 我們現在再次恭喜他 我們要恭喜他 而且待會他還要再進行比賽 非常的忙 來 我們接下來要為各位介紹的下一個 是我們的企業經濟發展的 恭喜當選人 郭博勝 郭博士再次的恭喜您 也請上前來接受這份書囉 郭博士除了其下的 新婚新運用 只經營的有聲有色之外 更擔任大學的蔣石樓 接獲請教育下一代的責任 這麼優秀的七年才俊 我們是不是再次的熱烈掌聲 謝謝他 恭喜他 接下來我們要發發的是 文化藝術類 恭喜當選人 柯耀誠 柯教授 來 我們這次恭喜 恭喜柯教授 上前 謝謝準備的書囉 柯教授常常在多項美戰 書法比賽獲獎 推幌中華文化 不穩定力 讓我們再次掌聲 恭喜柯教授 好 接下來我們要發發的是 環境保護類 再次恭喜我們大學的 陳建平陳先生 挑請您上前 獲得志願服務獎 最高的榮譽 就是金輝獎 以及經濟部頒發的全國 愛護水資源有工人演獎 當然是我們環境保護類 結出市民的不二人選 我們再次恭喜他 接下來要發發的是 產業技術研究發展類 恭喜大學人 魏季鴻 魏先生 我們有請產業技術研究發展類 大學人 魏季鴻 魏先生 再次邀請上前 來接受 打合這份殊榮 恭喜你 我們魏先生 對於發明 教學 考照都相當的熱衷 更榮獲教育 大發的 技職之功的殊榮 鼓勵所有的年輕朋友 都跟他一樣 勇於追求夢想 讓我們再次的掌聲 恭喜他 接下來我們要發發的是 我們金城 教育大學人 再次恭喜我們 林茂林 魏先生 再次邀請您 上前 恭喜 各位看到他一身的精裝 這下方非常的敬業 再次的掌聲 恭喜他 一路從學徒 到中後來 和跨足教育界 先恭喜我們 教育的重責大任 讓高雄走出國境 我們再次的恭喜他 接下來我們要試 剛剛的是 公益慈善 社會服務類 恭喜大學人 曾永福 曾老師 恭喜 恭喜曾老師 獲獲這個 公益慈善 社會服務類 再次恭喜 阿福老師 恭喜 恭喜 曾老師也曾經獲得 全國七年獎章的殊榮 散播交流的大愛中心 目的余力 不會是高雄 接觸式的國二人選 再次掌聲恭喜他 好 我想我們非常 榮幸能跟大家 在這見證這個 屬於我們高雄市的光榮時刻 是不是邀請我們所有的大 在今天的表演 年齡過後 他們身上的責任 全震重了 他們要繼續 更多感人的故事 激勵人心的故事 來激勵我們所有的高雄市民 謝謝 謝謝 謝謝